我們現在人在日本的大阪 這是一個中華料理跟日本料理 混合的混搭風的一家餐廳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我們現在人在日本的大阪 我們現在就吃這個拉麵 這個是鹽味拉麵 阿米吃的是醬油拉麵 這一個900塊 那個1100再加一個 炒飯 光吃光光了 還有一隻鴨子當吉祥物 出來了 這一區吃的東西很多 這是什麼區 中央區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什麼地方 我們現在去 就是每一天往北的方向 有一個站叫做總本站 那裡每天很近 我們有一個整棟的民宿 整棟的民宿喔 對 最近好多人就是想要來日本經營民宿的 對 這個就有機會可以看看 而且來日本經營民宿 除了可以賺它的回報率以外 還有一個優點就是你可以申請 特殊的移民簽證 經營管理簽證 對 可以長期的簽證可以申請 就是有一點像是 投資移民的意思 就等於是你 買這個民宿 然後你開公司 然後民宿賺錢的話 就是公司的收入 那你就因此你可以在 您或者是您的家人 可以一起帶來 做長期生活 那到了一定的年限 可以規劃 可以規劃或者是辦理這個 永住權都可以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直接過去就對了 好那我們直接走 坐著滑手機 躺著滑手機 蹲著滑手機 腰痠背痛 你是有跟我一樣的困擾呢 推薦大家這台 德國燃寶無線監禁按摩器 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 啟動後就可以開始紓壓了 濕源多種模式 以及兩段溫度調整 無線設計讓你走到哪 按到哪 為了家庭的和諧 買台送給老婆吧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裡就是 非常有名的 新災橋商店街 現在要去搭地鐵 直接從地鐵 越過梅田 搭那一條 應該是 應該是玉堂金吧 對不對 直接過了梅田 就到你剛剛講那個什麼總 總本 OK 好喔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格式 這是新災橋的商店街 地下街 這在捷運這邊就會有這種地下街 也蠻方便的 吃的啦 買的啦 還有咖啡店啊 或者是藥妝店啊 這邊也全部都有喔 這是在地下街 那這邊就是梅田喔 梅田人非常多 它是大阪最主要的交通會集地 超多人的 好 那我們現在要從梅田 大阪梅田 轉車到 保總 那個地方叫做總本 那這裡就是非常的複雜 光是進到JR 我們要找它的月台 還有十幾個月台 要往 這個方向 OK 那我們現在出來了齁 這裡是JR熊 總本 不是熊本 總本站 喔 其實它離梅田 才一站的距離而已耶 對 它這個是往城戶方向的 然後基本上一站就到此去 喔 往西就對了 然後這邊也沒有什麼觀光客 所以也算是住宅區就對了 所以也算是住宅區就對了 對 因為只有車站附近 商店街比較熱鬧 其他我們等一下到那邊 也是住宅區 就是都滿安心的 那我們現在要去的那個物件 大概離車站多遠 車站走路大概兩三分鐘 兩三分鐘 這個物理好像滿小 今年還是去年才蓋好的 去年才蓋好的 這一個民宿 最珍重的 因為住民宿 你離車站就不能太遠 太遠拉行李就不方便 對 所以這個兩三分鐘 算是滿合理的 滿好的一個距離 到了 這個離車站兩三分鐘的距離 然後據說是去年才弄好的 然後 剛剛那個大馬路在那裡 大概離五十公尺左右大馬路 那這邊都是住宅區 那整個街庫目前大概是這樣 我們等屋主來之前先看一下它的整個設施 旁邊這一間感覺 這好像也是民宿的感覺 但它是鐵皮的 那我們這邊它是一樓 它是有一點像儲藏區 其實這邊是當車庫也可以 一些設施它都已經做好了 基礎的設施 放一些備品之類的 烤肉 那看起來它這個 有一些設施的主動規約 那我們首先進來看 現在剛好退房 然後清潔公司正在清潔當中 它其實整套都已經做好了 什麼Wi-Fi 然後附近的一些 樓有 嘿 謝謝 然後這邊一些清潔的東西 跟飯店的做法是一樣的 民宿就是要做這種風格化 一樓有一個 衛浴 還有浴池耶 浴池耶 大浴池耶 洗澡啊 或廁所啊 大浴池 裡面現在沒人才可以看 然後一個公共區域 所以一樓是公共的大浴池 對 一樓是一個屋子 然後一個 清水模的 因為這個是要想要來 當員工宿舍 喔本來是要當員工宿舍 對 後來就後來把它改建成民宿的形式 改建成民宿的形式 喔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 然後這邊就是等於是 寫的像是那個 民宿共用的 喔公共 喔它這個是要做Airbnb的 Hostel那種青年旅社嗎 不是就是你一次租就是租枕洞 喔一次租是租一枕洞 喔 一個公共的活動區 喔喔喔 它等於是有一個 客餐廳 那大概每一層 應該每一層 應該每一層是廁所 應該就是一二樓 那邊有廁所 那樓上就是房間 樓上是房間 樓上是房間 喔喔 這邊就是一起使用的公共區域 那它這個 這都營業用的感覺耶 因為如果你包棟租的話 嗯 你就算是五個房間 就算是都是情侶好了 至少也是十個人住 嗯 那你包小民宿的話 要大一點的 自己煮飯啊 自己去超市 剛剛的超市的東西 自己回來煮 甚至剛剛樓下 還有BBQ的區域 對要比較一個大空間 那還有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你是社長嗎 喔 我沒事 社長說可以入境 社長說可以入境 你好 然後這邊是共用的 就是 有洗衣機 然後衛浴的部分 裡面可能還有一個廁所 現在正在清潔當中 他們清潔很徹底耶 連那個免治的部分要拆起來洗 這是他們專業的清潔公司在處 這邊剛好就是共用了兩個廁所 洗衣機 還有洗衣機 就對了 那所以上面是房間 上面是房間 好那我們上去房間看一下 那上來了 因為現在清潔公司 正在整個動作清潔 所以我們稍微的看一下 這是一個房間 日本房間 基本上是不太會有廁所 所以你看它這個 它現在就是廁所的話 基本上洗澡只有一樓 然後二樓還有馬桶可以上廁所 但是三樓跟零樓 全部都是房間 因為洗澡跟 喔這裡有一個洗澡的耶 shower room 應該是比較小 是淋浴型的 喔真的耶 現在正在清潔當中 然後這是另外一間 這個算是做得比較好的民宿啦 這個比 這比九妹那個好多 他還做通鋪耶 這個 可能可以住個幾十個人了 沒問題 就是大通鋪 通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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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住喔 所以這總共是有五個房間 然後這一個是大通鋪 那你就看你怎麼設計 如果說你是十幾個人 二十個我想家庭 三五個家庭 員工旅遊都可以一起來 對 三五個家庭我想幾個五十個問題 然後這邊還有兩個房間 這間目前看起來是當備品室 但是這個未來如果有需要也可以拿來使用 然後這一間 這一間也算是很大間的一個房間 這是它有就是雙人床 當然你一次租你就是租整棟的 那位置的分配就可以進去 當然一兩個人不划算 那肯定是多人數一起來 對對全家一起出遊的 對 所以還有一個頂樓可以看 它這裡還有一個陽台 看出去 那上面是什麼 我們再上去看一下 上面它可能是屋頂的 屋頂喔 可能是露台是不是 喔 好像 正在整理 啊 BBQ的 BBQ Area 喔 喔 這就是 這個 這個在這邊可以 來做個 來做個BBQ啊 什麼 它這個天井採光這邊都有做 看一下社長說 這個如果說 喔 煙火的 這邊可以看到煙火啦 煙花 那最後我們問了社長 這個一個晚上可以租多少錢 但有沒有看到那邊 很多高樓大廈 那個就是煤田 所以它離煤田 其實只有一站 算是地理位置很接近市中心的住宅區 離城不離城 然後又離車站很近 所以用這種地點來經營民宿是最好的 那我們剛剛稍微跟社長聊了一下 BBQ區 一樓也有一個 它這個算是比較大的 這算一戶建嗎 這一戶建 但是它是用水泥 你鋼筋水泥下去空的 對 這個就是自己建材 高級的 想要下重本 你看也有人其他 你在旁邊全部是木造的啊 對 就是看自己想要的什麼樣的建 好 那我想這個全部是concrete 一定是不便宜的 好好來看一下 這個房子離 剛剛那個總本車站 兩三分鐘的距離 拉著行李是非常OK的 全家一起來住 剛剛感覺有五間房間 五間房間 五間房間的話大概可以 二四六八再加一個大通部五個人 可以住十幾個人耶 你們公司員工旅遊就來這裡吧 沒有 所以就是這個經營民宿 那整棟一次都要整棟出租嗎 對 不然你跟別人一起睡也蠻奇怪 對啊 我們跟你們併車還是併大樓 怪怪的 然後二樓它是一個很 一個大型的 有一點像是公共區域 有一個大廚房 有一個大衛浴 一樓還有一個澡堂 對就是洗澡 大家可以一起洗 對那邊有一個泡澡的 那三樓的話有一個淋浴的 那日本如果說是全家一起出遊 會住這種類似民宿 人數多的話還是會啊 就是家裡人比較多 還是會住民宿啊 飯店民宿都會住 像我們台灣也是前一陣子很流行 就是宜蘭嘛 就是包洞的民宿 這怎麼就是包洞民宿啊 對其實在今天看一兩萬塊 其實也都有 其實算起來也沒有比台灣貴 因為其實它這個民宿還蠻大的 所以要公布一下這個一個晚上要多少錢 在一個晚上的話大概十萬日幣 十萬日幣 換成台幣大概兩萬塊上下 兩萬一兩萬二吧 那這樣子其實好像也還好 就是整棟又在捷運站旁邊 對 這新蓋的 蓋好一年左右 然後頂樓 等於是當然所有的設施 水電話是都免費 然後二樓還有一個大廚房 我們可以自己使用 那頂樓的話還有BBQ可以 可以烤肉 算是蠻方便的 好像就是我去看了 Jorman的那個 他的民宿的網站 他住一個晚上也要六七萬 六萬多塊 所以 但他那個是普通的木造一戶建 然後 他又不是 他是在東京比較偏一點的區域 那這個是在下一站JR的鐵道 所以我覺得十萬塊可能還是有人 而且他可以住更多人 那這樣子不是要跟大家推薦民宿的 是要問大家有沒有興趣來投資民宿 那這個民宿的總坪數土地 或者是整個建坪大概是多少 他其實一二三樓都差不多 大概都是九十幾平米 九十幾平米 或加屋頂的話 三層樓加起來的話大概是二八七 將近三百平米 一層大概都是九十九十二九十六 這樣子 光是使用空間就差不多一百平台平 大概快九十 如果你加上頂樓的話 肯定有超過一百平米 而且他旁邊還有一些空間 比如說車庫啊 那些應該是都沒有算進去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大平數的透天 把它當透天來看的話 那土地呢 他這個土地感覺很大 比一般移物件還要大一些 對 土地的話是43平 是平米還是平 144平米 144平米 所以43平 那這樣子的一個大透天 而且民宿牌已經申請好了 你不用再申請 那現在的話是 現在是包租給別人啊 一個月大概收一百出頭萬 但是如果按照他正常之前 如果說做民宿的話 一天大概十萬 那一個月如果說算滿租的話 可能兩百多 最多三百多 大概兩百到三百 所以看你如果是要自己經營也可以 可能可以更高收益 但是如果你要包底 就是給人家包租 就是租段的 一個月可以租一百多 一百一 好像不錯 那這樣子屋主開價多少錢 剛剛那個社長 屋主開價的話是兩億的 兩億日元 兩億日元 大概就四千三 哦 四千三 但是他現在是把他包租 租段 所以這是穩賺五%左右的一個 差不多一千多萬 五六趴 六趴 最少也有五六趴 如果說真的做民宿的話 會建議自己弄是不是 做民宿的話收入會比較高 但是就變成是說 索理事情也比較多 他不像是長租型的 你就是每個月月底 你這種 進可攻退可守 做旅遊的民宿的話 你就是要去顧說那個入住 OK 好 那我們今天感謝那個社長 讓我們拍攝 那如果對這個民宿型的物件 有興趣 可以跟阿明聯絡加入群組 學弟阿明 那如果你是最近對日本 或者是大阪 明谷這邊的房地產有興趣 也歡迎加入我們群組 一起討論 那如果你是下次想跟我們一起來 住這個民宿 沒有 如果下次想跟我們一起來 大阪這邊看房子 也歡迎加入群組 我們隨時準備開團喔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 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出國在外 語言不通怎麼辦呢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 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大阪城旁邊 有一家著名的拉麵店 請嘗試這個 支援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者留言 歡迎參考第一者留言 一旦